来看到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与盛河西台湾联谊会 在金山湾区乔教中心举办 迎春辉豪暨蛇年海报比赛 活动内容包含纸灯笼制作 中国剪纸艺术以及捏面人等民俗文化活动 让华裔年轻族群与中华传统习俗紧密相连 金山湾区乔教中心内布置的红通通喜洋洋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与盛河西台湾联谊会联合举办 迎春辉豪暨蛇年海报比赛 在敲锣打鼓声中 祥诗献瑞为活动揭开序幕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住旧金山办事处副处长蔡强华 湾区文教中心代主任苏尚杰 以及多位侨务委员 侨务咨询委员等嘉宾出席盛会 贵宾们也代表大会颁发奖状 给2013十年海报设计比赛优胜得主 琳琅满目的作品充满创意 也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也把海报比赛也一起来颁奖联礼一起来举行 希望这一届的颁奖还有这个作品 来到我们在海外的小朋友们 对我们中华文化能够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现场还有丰富的文化摊位 包括邀请陈玉红 陈瑞及郑基森等五位书法名家 在现场教孩子们写春联 以及红包带制作灯笼教学 与传统捏面人等民俗技艺 我们联合会过去多年来在推动文光区 对我们下一代然后继续保存我们的中华文化 尤其是书法 中文学习 尽心尽力 陈基 北然 那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谢谢我们 郑克希台湾统学会 尤其是会长 领导 因为联合会 联谊会在南湾地区 非常的活跃 促进我们整个桥界的联系 蔡强华副处长发送红包给小朋友们 现场充满浓厚的年味 连续四届的迎春挥豪活动 不但让海外侨胞团结迎新春 更将传统年节习俗传承发扬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圣河西采访报导